親情的實際在我看來 這個應該還是 應該會感動 意思是苗栗 這個女子帶著5歲的兒子 到超商去偷竊 被識破以後就扭送警察局 警方發現他偷的都是白米 小黃瓜這類的食物 白米是給小孩吃的 小黃瓜是太太自己用的 沒有 他沒有寫這一段 幹嘛啦 很無聊 敷臉 沒有講大黃瓜 因為失業 所以沒有錢買米 怕小孩挨餓 他也沒有偷什麼別的 他偷的是米 你知道 警方聽得相當同情 當場募館1800 讓這個女子感動得很弱淚 孩子如果長大知道母親這樣做 因為媽媽是個小偷 又被檢查抓到 那到底是會 長大以後是會對媽媽感到感動 還是會感到羞恥 當然是很感動 當然是很感動 應該是感動 小孩還有什麼好 那有什麼 我媽媽那時候其實家裡苦的時候 他常常都是人家那種黃昏12點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鄰居都笑他 因為他都是等到人家都太大 然後地上都有一些 那個鼓勵菜剝下來那種 有點乾掉的那個外衣的 特別丁的 然後都乾掉的 然後都乾掉的 還斷過的小黃瓜 就是那種人家不要的菜 媽媽也需要小黃瓜 斷掉的 而且是斷掉 這個斷掉了 沒有無聊 然後就撿回來 然後煮給我們吃 其實那時候我知道就是說鄰居 其實有時候會那種齊齊齊齊 然後會講一些很不好聽的話 如果說小孩那時候我們還小 也許我們心裡會講說 為什麼要這麼丟臉 要去撿那些 好像那種Q 人家說Q二爪 破洞爛鐵一樣 可是不會 我長大我一直覺得說 我真的很感激我媽媽 沒有他那個動作 因為你媽媽沒有做什麼事 他只是撿他跟人家幹嘛 不要的 我一直說動機比方說媽媽 他去偷他的動機是因為 他怕孩子惡壞 對不起 文文我講個失禮的話 不會 你說 媽媽如果去賣 去賣 去賣 賣身體 我知道 對 你呢 我覺得我更感動 更感動 對 真的我說更感動 像這個實際情況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子女是不認 我覺得很丟 其實我一個親戚 我一個親戚 我很親的一個長輩 其實他後來他真的是功成名就 而且他念到那個第一學府 甚至碩士 都是第一學府 可是你知道嗎 他的養他長大的媽媽 就是那個出生 封城出生的 可是我說實在的 包括他旁邊 比方說他太太 他旁邊的一些親戚 太太的親戚 都非常看不起 都不准他那個當初養他 因為那是養母 養母是一個那種封城女子 他身邊的人都看不起那個女人 他覺得他很髒 對 可是他覺得他很髒 然後就每次都是那種惡言相相 不然就拿少拔把他趕出去 可是 唯獨這個 可是這個兒子 就這個兒子 這個所謂功成就兒子 其實他心裡知道他要感激的 可是我覺得很 就讓人家覺得很心酸是 他必須要屈服這些人的眼光 他不敢 他不敢 他不敢跟太太作對 他不敢 對 他也怕別人的眼光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說 那你當作 那你是誰教育你的 他也是去賣他的身體 才有今天的你 而且至少他有的時候說 我是賣我自己的身體 我不偷 不強啊 也是靠勞力吃飯 可是偷有時候是這樣 譬如說我知道的一個案子 就是說一個父親他是養了五個小孩 那當然就是很窮 他是在工廠裡面做一個小工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太太生病 然後小孩又發燒 然後他的薪水都不夠了 他是偷工廠裡面的東西 要出來變賣 結果被抓到了 那個工廠沒有把他送井 但是所有他們村子裡面 都知道他爸爸做的這件事 對 所以在學校裡就有小朋友 才一年級 跑去講跟老師 所有同學就一直 我知道小孩有時候真的很天真 但其實也很可惡 就說非常壞 他們其實會做一些邪惡的事情 就是說你大人也想不到的事情 然後一直想 你爸爸是小偷 你爸爸是小偷這樣 那個小孩就咬牙忍下來 當然他很氣他父親 可是越長大越長大 到他念大學的時候 他說其實如果沒有他爸爸 他們家早就散了 所以他後來長大以後 回那個村子裡面 去找那個同學說 你小時候真的很殘忍 就你這樣對我們實在很殘忍 我就是某某某 我一直覺得 我很感激我父親這樣子 其實你要一個 就是有時候小孩會暗地裡感激 但就像你講不敢挺身而出 但是有的小孩就 你看我覺得那個小孩就很 很光明正大的回去找那個同學說 你們小時候 為什麼會做那麼邪惡的事情 說你們其實真的很不同情人家 但是這個偷有些時候是因為家庭 真的困苦困境 出現困境 對 有時候是真的是出此下策 但是現在真的有很多是家庭 偷切機 帶著小孩去偷的 對 真的是 我最近很多這種受益案件 真的都是這樣子的 爸爸帶小孩去偷 還教小孩偷 甚至 我是覺得這個小孩也出問題 我自己家以前開幼稚園 那那個有一次就是 就要禮拜六下午 小孩子 外面好多小孩子 您爸爸是老師 媽媽開幼稚園 不是媽媽老師 但是他們又靈我開幼稚園 這樣 禮拜六下午 那個外面的小孩就 一堆十幾二十個 跑到幼稚園來偷東西 其實基本功能哪有東西可以偷 有玩具啊 教具啊 書本 他們就集體這樣進來 然後拿東西 結果值班老師 值班老師就畫畫 大家就跳牆跑 就抓到一個最小的 反正也不會去送警追究 就想說好 把他們帶去家裡 叫他父母親說 要多管教 不要跟著那些大小孩來偷東西 這個東西小孩偷 偷偷偷 偷偷偷偷偷偷 結果你知道 那個家長說 你就說你自己拍什麼 這麼多小孩偷偷東西 你怎麼抓我一枚而已 你怎麼只抓我們這一個 你那麼兇幹什麼 你知道嗎 你說這樣也不斷 對 不然就來抓一個好厲害 那是好情報的 但是你想好了 你算是開明的家長 但是你有 後來老師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想說 這個家庭將來 這小孩也會出問題 真的 因為你說 他偷切這本身當然是不對的 就是說又是已經不追究了 只是希望回去家長 因為你懶惰正好 就你小孩就跑得比較慢 被抓到 最小孩 對啊 最小孩 就是希望家長說 你們這兒子要照顧好 也不要去學著 跟著那些大哥哥去偷竊 這些事情將來 小時候這樣做 一般的家庭 是監修到不知道要怎麼 有 但是那個家長是 你也不要這樣 這麼小孩來聊一下而已 沒有 我覺得第一次 就要當頭棒喝 像我現在年紀這麼大 我永遠印象很深 可是我長這麼大 只偷過一次東西 很小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很天真 因為剛才好 媽媽他們會把零錢 可能就放在桌上 那有時候小孩子 你會想說 你很想吃糖果 可是要沒錢 那有一次我就覺得說 我一想停開 我就說反正桌上那麼多零錢 我拿走一個10塊 媽媽應該不會發現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我媽媽 她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她從小她就要教育孩子說 你不能偷東西 不是你的 你絕對不能拿 所以她常常其實故意放零錢 在那邊試我們你知道嗎 結果我就拿了一個零錢 然後後來拿了之後 我才轉身進房間 我媽就聲音就出現了 為什麼我少一個10塊 那我那時候就慌了 我想說怎麼辦 我10塊我要放哪裡 我要放哪裡 後來你知道我放哪裡嗎 我就把它 等一下 我就把它夾在屁股 就是兩個屁股中間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沒有地方放啊 剛滿裡面喔 沒有 我還沒有那麼聰明 卡成胃 卡成胃了兩面屁股 就把它夾住你知道嗎 那怎麼會夾到住 我跟你講 那時候小夾得住 那時候小就是 還很純潔 很近實 所以夾得住 真的夾得很住 可是媽媽真的 倒該此磨該罩 她說 誰拿我的10塊這樣 少一個她都知道 然後我們大家都說 弟弟啊什麼都說沒有沒有 其實我已經皮皮少了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小孩子其實 大人很敏感 他覺得你的表情什麼 他就知道 肯定有鬼 他說沒有 真的沒有 我說沒有啊 大家都這樣沒有啊 然後口袋都沒有 我說沒有啊 我也跟人家講沒有沒有 我媽說來 你過來 然後我就叫機器人家 走走走 媽說你走為什麼這樣子 大步走 結果一走 走走走 然後我那眼睛就掉下來 我在玩 這樣一定被 一定被打死你知道嗎 結果就沒辦法 媽叫你大步走 你怎麼可以不走 一大步走 哇 那口袋 10塊掉下來了 那一次我跟你講 我永遠記得 被打到真的是 沒有辦法 而且你媽媽算客氣 我媽媽是 她都知道 但她忍住 等我們犯罪事實呈現之後 我知道 就是那個 我跟我妹妹已經計畫三天了 因為媽媽的梳妝台 有一個小抽屜 所以裡面有陰蓋 而且我們還前一天晚上 先把手帕準備好 踹在懷裡面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 小孩子要偷懸要熬夜 你知道嗎 要熬夜 為什麼要熬夜 這整個過程是很 要等媽媽睡著 要等媽媽睡著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就 我媽媽 我後來才知道 我媽媽是一有聲音 她都會醒的這樣子 她都知道我們在幹嘛 但她故意就不行 我們還好偷了錢 還有那個手帕 手帕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 然後還藏好 然後我們就真的睡了 真的睡了 我媽媽也不去拿那包錢 你知道嗎 她要看這兩個要幹嘛 OK